今天是中元节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鬼节 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人死了之后 魂魄都去了哪里 在民间有阎王叫你三更死 绝留不到五更时这么一句俗语 相信除了抗日奇侠的编剧 应该绝大多数人都听过这句话 在阎间有很多专门干勾魂工作的人 来到阎间来带人 一般干这事的两个小鬼分别叫黑白无常 阎间之所以安排他们干这个工作 是因为黑无常活着的时候叫范无旧 白无常活着的时候叫谢碧安 他们两个人做事特别公正 很受阎间领导的赏识 也许有的人会说了那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不也很公正吗 那是自然所以现在的阎王就是包青天本天 我们继续说黑白无常在勾走了人的魂魄之后 把魂魄带到鬼门关验证身份打卡绩效之后 把魂魄转交给牛头马面 而牛头马面开始带着鬼魂踏上了鬼门关里的一条黄泉路 黄泉路的两边开着只有花没有叶的彼岸花 代表着花叶生生两不见相念相惜永相失 在黄泉路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官府 这就是阴曹地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幽冥府进了阴曹地府之后一直向前走 有一座阎罗殿而殿内正中央座的阎罗王 就是我们所说的阎王 阎王会翻开一本生死簿 看一下死的这个人究竟是寿终正寝的还是遭遇了不测 还是命不该绝被黑白无常给勾错了等等 如果是勾错了那就原路返还就此还阳 但是如果肉体已经被人处理了 来时好好的回不去了 那他就成了孤魂野鬼一直在人间游荡 一直等到寿命到了再回到阴间 确定这是真死了之后 阎王开始细数他生前做过的事 如果是好事做得多坏事做得少 那就给他安排一个差事在阴间打打杂 比如唐朝的催绝就是这样做的判官 但是如果好事做得特别多 从来不做坏事 那这种好人就可以去天堂做神仙了 而如果坏事做得特别多 那就给打入18层地狱了 勇士不得超生 绝大多数人都是处于中间部分的 这些人会继续往前走来到望乡台 感慨一下自己的人生 然后走上前面望川河上的一座奈何桥 喝下桥中的一碗孟婆汤可以忘掉前生的事情 最后走到一块三生石上就可以转世投胎 重新做人了 本节内容均提取自传统故事和民间传说 均未经科学证实 请大家不要轻易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